這支影片主要是想要讓大家知道各種Gorilla工具可以對應的材質 希望大家的選購的時候能夠依照自己要剪裁的材質來選擇正確的工具 這會使得你買回去的工具可以發揮最大的效果 首先是剪紙板,一般人最常用的是這種多功能剪刀 它可以給我們最大的方便地方,就是像這樣可以剪紙板剪得相當漂亮 而相對於這種多功能剪刀,鐵皮剪能不能剪? 其實是可以,但是因為它的刃口本來就沒有設計的這麼長 所以它今天剪下去,也沒有那麼方便使用 這就是鐵皮剪它雖然可以剪,但是沒有像萬用剪那樣好使用 那其他的這些剪錢類的,也是可以剪,但是也是一樣 因為它的使用方式並不是像剪刀的設計時交錯的 剪下去雖然可以說剪的斷,但是也沒有那麼的好用 那這部分是紙板的剪材 再來是像剪材像這種紅銅片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只能用這種鐵皮剪刀來剪 你可以看得到它現在剪下去是這個樣子的 它翹起來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那這就是鐵皮剪可以使用的範圍 那你說多功能剪刀方面,它可以剪得下去嗎? 是可以,但剪下去之後很容易對於剪刀刀刃造成損傷 因為它的硬度並沒有那麼高,它是不鏽鋼材質 它這樣用力一剪,是可以剪斷,但是剪完之後就容易有崩角這種感覺 它是可以慢慢剪,很用力的慢慢剪,但剪下去之後就很容易會傷到刀刃 像這邊就會有一點點崩刃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還是會建議使用鐵皮剪來剪紅銅片這樣子的一個材質 那剪錢類這個可不可以剪金屬片 剪錢類的基本上我們是不建議,因為它是設計用來剪材圓柱狀的線材材質 即使你在怎麼用力怎麼用力還是剪不斷,因為它是設計用來金屬線材的像電線、電纜線之類的 它並不設計用來剪這種鐵板的,所以你買這個回去剪什麼水槽蓋或是排水過濾蓋 就是那種就是你洗澡間的這種排水蓋是沒辦法的 金屬板才容易造成這個鉗子損傷然後接下來就是不好剪 而模型鉗那種小鉗子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基本上就這種金屬片就只能用鐵皮剪來剪 那這部分就是金屬板材質的剪材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這種鐵絲 就是一般的這種鐵絲 鐵絲我們非常非常不建議用剪刀來剪 因為非常容易造成就是剪刀這個部分它的這個刀刃會受損 所以我們非常不建議用剪刀來剪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讓大家看說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鐵絲比較適合的是還是像這種鉗子類的 這種剪鐵絲會非常的輕鬆 非常的輕鬆 那你說這模型鉗可不可以剪 這種是一定不可以的 我們最後介紹並且測試給大家看看為什麼不可以 主要也是因為它會整個崩刃 也許有人覺得它的不是硬度比較高嗎? 但是它因為刀刃很薄 所以只能使用在塑膠件上面 塑膠件部分我們以這個塑膠件來做例子 剪塑膠件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小鉗子剪 是因為當這種大鉗子一剪下去 雖然說可以剪的斷 但當你看到它的切面就會發現它白掉了 而且會受到很大的擠壓 而剪下去的切口也會非常的不漂亮 因為它這邊的刃口是坐有倒角的 就必須要用小鉗子 小鉗子它就可以變得非常的漂亮 可以聽到聲音是非常的清脆 那我們就等一下就直接做錯誤的剪裁 可以看一下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直接就展示給大家看 錯誤的剪裁就是當你不小心拿到了這個剪刀去剪這個這一個鐵絲的時候呢 第一個是會覺得有點剪不下去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邊馬上就有點崩刃了 雖然說它這個可以剪的斷 但其實它馬上這邊就會有一點點崩刃 就更不用說其他的材質 那這邊也是直接拿多功能剪刀去剪 是剪的斷 但是剪完之後它這個地方馬上就會有一些崩刃 大家可以仔細去看的話 其實它有一點點不順了 那如果它再多剪幾次就會發現說它已經有點卡卡 刀刃的部分已經有一點點在受損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太建議用這種剪刀類的工具去剪鐵絲 雖然說它也是剪的斷 但是用久了就是會傷到刀刃 所以我們不是很建議做這樣的事情 而一般來說剪完鐵絲之後先拿回去剪紙板這些的時候 就會比較沒有那麼順 不過我們的剪刀還不錯 所以後紙板還是可以的 但衛生紙一定就不可以了 但最後為什麼我們真的非常不建議大家用這種Pypes 這種比較精密剪錢的去剪這個 也許它的硬度比較硬沒有錯 可是當它講到太粗硬的鐵絲時候 它反而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刃口太薄 它馬上就馬上就公刃給你看 也因為它硬度太高 所以也比較脆 所以這是千萬不能夠做的事 拿這種模型的鉗子去剪這種鐵絲就是錯誤的行為 就算你用雙刃錢 其實我們也不太建議 它一剪 你可以看到它就變形了 所以這是非常不建議也非常NG的行為 就是如果你有剪到鐵絲 即使這種模型錢的刃口的硬度很高 但是只要一剪到這種鐵絲它就會整個就崩壞了 其實像不鏽鋼萬用剪也是因為Gorilla刀刃這部分做的比較厚 所以這邊看不太出來 但是它表面其實已經有一些損傷了 這時候就要去做一些刀刃的研磨動作 那以上是就是各種剪錢類它可以給對應的材質的介紹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影片介紹 你可以知道說不同的材質要使用不同的工具進行處理 也希望大家可以因此用比較正確的知識使用到比較正確的工具